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改我们的程式内容 因为这个程式码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当然不可能每一次都只执行100年 所以呢这里面如果说有牵涉到100年 我就必须要修改 例如说我现在游标是101年的时候 我的游标的内容 游标所在的那个内容是101年 我是不是就要换一下 换一下 如果游标是102年 是不是要换成102年 所以会随着我们游标所在的储存格的值变动而变动 它叫做ActiveSale.Value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这边要换 还有什么地方要换 请问Total2收集资料的部分需要换吗 或需要换吗 那每一次是不是都做390格 如果假设100年是390格 就是行政 就是县市县市跟相视正区 好全部加起来可能会产生变动 更好的写法是最好把这个390 变成那一蓝的最下面 OK啦 只是现在刚好都是390 可是万一您拿到的资料不是390呢 例如说好了当您今天收集20年的资料 我要告诉你这个390可能就会产生变动了 好那我们现在这边也不动 还有什么地方会变动的 应该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100改掉 这是不是储存格的内容 所以改成什么 作用中储存格的值 可是因为它是变数啊 它是变数 所以必须要怎么样 加前面就直接先打两撇 空一格 按你的空一格 然后接下来这个变数嘛 变数 后面又是一个文字串了 所以空一格 按你的空一格 两撇 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边是最容易卡住的关键 请问这个 100年是不是要直接换掉 就是换成 作用中储存格的内容 您绝对不会选成是工作表名称嘛 是不是作用中的储存格跟工作表的名称 就这两个的选择 所以把这100年改成什么 作用中储存格跟工作表名称 我们来去执行看看 好我关掉咯 现在是不是101年 怎么做 是不是开发人员 聚集 然后收集资料3 执行 做完咯 真的做完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total2 有看到101年吗 而且是不是所有资料都收集好了 可以哦 因为这个是您必须要学会的 好 千万不要再做那个什么 至少现在这样的事情可以节省你几分钟的时间 还有不会做错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做一下 修改程式码 让它可以自动执行